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verytime I meet you I love you My love 多麼幸運你在 每一秒需要你的時候 Oh want you I love you 快给我手带着我梦游 带着我梦想环游 越黑暗越歌唱 越频繁越发光 越是痛得哭了 越是笑着成长 越挥不动翅膀 越是想要飞翔 越是逆着风浪 越是想着光 笑容里有沧桑 眉目里有风霜 不去旁人眼光 成就非凡梦想 抬成珍珠全场 母后望着光芒 照亮我的笛像 站在你身旁 台长 您当时说服我 加入云海卫视新媒体部 就是因为我们可以 自由自主地 去开发我们自己的 原创节目 这也是一开始 咱们就说好的 是 可是现在您让我拿台里 就有的一档节目 进行包装 在我看来 只是把我们云海卫视 新媒体部 当成台里的 附属的服务单位 这样恐怕也会 打击大家的热情和信心 您看 您能不能说话算数 让我们开发自己的 原创节目 里面表白晓家 我去身份 照顾 卫视 是 我去身份 没有 一档节目 如果我找到 水平 就说是 看起来 都有自己的深思疏虑 坦白地说 有一些人 对于你们这样一个 年轻的团队 能否独立制作出节目 还在怀疑 至于新媒体之路 那一律会更多的 所以说 在你们真正开始制作 原创节目之前 首先要得到 大家对你们的肯定 台长 如果我们不做一件 自己根本不想做的事情 证明自己 那我们整个团队 就会集体失业吗 失业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我们的青山绿水 如果在网络上播出 不成功的话 那我们的新媒体 不包括你 我的寻品装置 将一去不再回来 我明白了 那好吧 那我就赶 下午的航班回去了 稍后青山绿水的团队 会跟你对接的 那我先走了 台长 这会是理想走样的开始 我工作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看过太多 无谓的纷争 去干扰创作 我见到您的时候 我认为 您是比 郁海伦董事长 更了不起的人物 如果在您的领导下 我们还是不能 简单地搞制作 努力地去实现价值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认为 这个行业 不值得去过高期待 这样 那我现在就接纳你这个问题 你知道淳于乔 第一次做制作人的时候 都经历过什么吗 那是电视圈 刚刚改革的初期 市场不如现在这么繁荣 它在M1的创作观景 远不如你现在这么独立和自由 M1最初把它分开到 三档传统节目当助理 那些节目的制作人 根本不落位 他就在这样 没明没分的情况下 担起了节目所有的制作 他先后把节目模式 变革提升 提高了每一档节目的收视率 在那之后他又放弃了 升至为高级制作人的机会 去主导了一档 收入垫底 即将被取消的弱势节目 他亲手将这一档 非常过时的音乐鉴场节目 改版成了成功的音乐选项 在那之后江湖上 才有了魔鬼鱼的名号啊 这些我都不知道 原来您这么了解它 我对业内的每一个人才 都是非常关注的 布小果 你现在就站在淳于晓 第一次做制作人的起点上 但是你所拥有的东西 起码比它多呀 那我都拥有什么呢 好了 任务我不再交代一遍 香菇不用重复 谢谢 最近怎么样 舅 挺好的 许家大少爷给你照顾得不错啊 我是真没想到 他能最后落到这个粉红歌手里头 太累人了 你怎么要组罪罪啊 你也不错啊 你还会说网络流行语了 看来星天转战新媒体 那是认真的 我这次从美国专程回来见你 就一件事找你签字 那天暴雨直播 你一手帮助 星天直播APP的流量冲上了天 我答应过 要给你百分之十的股份 我说话是算数的 后来因为一些变故耽误了时间 不过你在美国考察期间 我安排律师把合同文件 都给你寄过去了 收到了 佳麟 丁远 暴雨直播的这个事呢 是个意外 我不敢鞠躬 而且现在我不是星天的人 拿这样的股份吧 确实不太合适 此时此刻呢 我是春泽传媒的高管 不避讳地说啊 我们现在 是竞争对手 讲究 虽然春泽和星天是搞娱乐的 但直播APP严格来说 是属于智商产业 不在竞业禁止之内 我知道 所以我到星天 就更没有什么用了 娱乐产业呢 我是个专业人士 但是智商我是真的一点都不懂 所以让我来入这个股 没有办法给星天加分的 舅 星天的任何事由你加入 怎么可能不加分 我 我就直说了啊 星天直播呢 现在市值已经相当可观了 可外界都不知道 我姐押着投资方的资本 不让进入 就位等你 等你把这个字签了 一分钱也不用花 咱们共赢 这怎么 我们现在这点钱 在许天泽的爸爸那儿 都不叫钱了是吧 晓远 今天呢其实都没有外人在 我想知道 你们一定要让我拿到这些股份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真正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 我想保持星天直播的独立 东海资本已经渗透到了 星天的各个宝外 除了星天直播 所以我刻意保留了 不到百分之五十的持户 如果你的百分之十进来 其他的资本就不能控股了 到时候你和我 我们就能够保证 星天直播的未来发展 是真正掌握在 懂得文化娱乐产业的人的手上 而不能成为资本的工具 你不想让整个星天 都被掌握在 白城展手上 就是这个意思 那第二层呢 第二层就是一个大的事情了 是这样的 东海和恒天这两家财团 相互厮杀也快十年了 现在一夜之间 两个人一起杀到了文化产业 我们啊 在这些大玩家眼里头 根本就不叫资源 也就是棋子 人家手动一动 咱们这儿就得变天 有一种说法 两家杀累了 有可能走向融合 是的 如果两家真的合并了 星天和春泽 就在一个体系里面 将来还有可能 一起争夺资源 许天泽多精啊 先把你抢到手了 春泽才立得住 可是星天再怎么说 也是你的老东家 我就把话挑明了 万一有一天真干起来了 你不能只站在 许天泽那边 合并也只是一种可能 那还有什么可能啊 白总和许总 杀了这么多年 都快成商界演绎了 如果一旦谈崩了 只可能产生更大的竞争 要是那样 你希望我不要只站在 许家那边 来对付星天 就 所有的事情 都需要为宇宙筹谋 不要彻底切开 跟星天的关系 董事长 孙总 其实今天我 要给你们交个点 说句大实话啊 你刚才的那些担心呢 跟我和许天泽 没有任何关系 春泽呢 是一个独立存在 从来没有过任何 恒天系的资本 这仅仅是我和许天泽的 个人创业 至今为止 我没见过许长野 以后我也不想见他 春泽和星天不一样 我们重视的不是资本 我们想做的事情仅仅 是想跟观众打交道 就这么简单 好吧 我又被你说服了 姐 虽然目的没有达到 可毕竟你告诉我事实 我没有从美国白回来一趟 请 请 嗯 我迟到了 这次要让老许等我啊 我买了这个球场 这两天我都在这儿 好啊 我买了 这是小女 清清 问候许叔叔 许叔叔好 你们家天泽呢 就到 董事长 正要上去找您 正好啊 介绍一下 就我就不跟你介绍了 这位是公司新任命的 首席总裁 陆潮 你的继任者 陆总 陈总在星天历史上 独一无二 我不好说是继任者 以后再聊 那我就不送你了 好 帮我送上去 我姐是理想主义者 我比较现实 许长野 会让春泽独立 那你能够肯定 让我来 赝 你给我们走啊 老师 应该怎么还要 用两天啊 是什么 没问题啊 你也要别穿了 然后我看我 你会在哪里 一样都不可以 你应该需要 在哪里 陈云桥在星天的时代 我没赶上 没能跟他同台竞技 展现我的能力 是不是我的原则 人不在公司 还在这圈里吧 想下手随时啊 我可以吗 可以 那你得有这个实力 相亲迟到 可不太好 算了 你老许管不住我儿子 圈里谁不知道啊 许少到了 白伯父好 还真是说到就到啊 你爸爸对你的行踪 了如指掌啊 怎么 又玩粉丝团去了 这天泽啊 最大的毛病就是贪玩 要不是因为贪玩 也不至于连个本科都没读完 你妈挺介意这一点 你怎么看啊 老许啊 这孩子的婚姻不是生意 好像不应该这么谈 我是不是太计较了 白伯父不理解我 这一点我可以理解 我们男孩就是爱玩 谁叫白伯父 没儿子呢 我还不认为你 打球吧 他们年轻人一组 我跟你一组 好 你说我们这一结亲家 算不算给中国商界省心呢 省心 未必吧 好球技 你用不着笑话我 我可是听说 白大小姐从四岁起 就跟着令尊出入球场了 打了这么多年球 还控制不住球杆 原因通常有两种 第一种没自信 像你这种 从小被强势的老爸 挑剔着长大 自信系统被拨坏了也正常 相信我 我理解 那第二种呢 第二种就是没天分 没天分没得志 就像你天生不是个男的 再怎么也没办法 你爸重男轻女圈子里都知道 这可不是我歧视你 这是谁 这是谁 我前女友 前女友 你会把前女友的照片当手机屏保 分手是分手了 可是我还喜欢她呀 相信我是来了 给老爸当工具嘛 可感情还是我自己的事 怎么着 乖宝宝 你连感情都被你老爸买断了 还是说你根本就 没有过感情 这桩婚事就这样被你搅黄了 不是正合您的心意吗 不是正合您的心意吗 恒天的股东需要交代 这个锅我背 您心里真的愿意就这么放过东海 跟白城产休战 真的是我的亲生儿子 你越长大 我越能确定这一点 我可不在乎 你是我的儿子 谁也改变不了 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 你自己心里清楚 春泽永远不会是您的 这才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白城产已经成功 进军娱乐业了 您现在想拿春泽 去跟他竞争 哪有这么现成的事 这一仗 您败给白城产了 认输吧 我忘不了您是我爹 所以我今天才会来 但是我也只能帮您到这儿了 你会不会让她 是 你会像我一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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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样挺好的 工作和感情最好别放在一起 不然的话特别麻烦 我身边有好多对都是这么掰的 再说你们俩现在都自立门户 也算是竞争对手啊 嗯 他 老大呢 做事原则性特别强 跟他最好是公事公司是私 等一条金泊入海底 一个人拍你孤寂 在孤独的岁月里 化作孤独的岛屿 最后的温柔给你 等一条金落入海底 一个人留在过去 漫长的岁月里 雪落满旧衣 南极的北极 寻找你的清晰 我在星天总监室的时候 团队太大 事情太多 我可能只能记住原则带号 但是人名我记不住 好oten不朽 革着一张做沙丘 背着你海盗 最后才文化 这么晚了开会 还让您等我 你看 真是抱歉啊 陆总 淳总 又见面了 你们两家都在跟我 谈合作 所以我就把你们都约来了 不会介意吧 把竞争对手约在一块儿开会 这是沈总的喜好啊 来 大家啊 快 坐 你们两家的节目策划案 我都看了 一个是素人音乐大战 一个是大牌音乐脱口秀 太精彩了 难以取舍呀 如果爱飞要是有幸 能够绑定两个大型节目 以取得连续的优势 那真的是太好了 你看我们这个冬季上线的 棚内音乐类节目 到了夏天要接党 我需要一档 最好的户外真人秀 星天的《魅力远航二》 铁定是明年最热的真人秀 但是咱们把话说回来啊 《魅力远航二》原本 是纯总的创意 所以说从这点上看 我觉得纯总明年的作品 铁定也不会让人失望 那纯总的意思是说 要两单生意一起谈 真不是我的意思 艾菲的意思 艾菲的意思 艾菲的胃口不小啊 好 怎么样 八卦有结果了 老白和老许 败了 嗯 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啊 看来夜内要开战了 还真是 我可以把《魅力远航二》 卖给艾菲 网络独家播出 网络独家播出 嗯 嗯 陆总 排得了版 我是CCO 条件是 排他条款 今年艾菲冬季棚 棚内的所有节目 只能跟星天一家合作 陆总的意思是 我们不能买春泽的节目 如果艾菲跟春泽合作 那么明年夏天 《魅力远航二》 我只能卖给别家公司 你这拿 淳总开发的 《魅力远航二》 来打淳总 这下手有点太狠了吧 淳总在星天的时代 我没赶上 所以我也不必 讲什么交情 一切以公司的利益为重 现在《魅力远航二》 的知识产权在星天 我有权利这么做 对吗 淳总 那 淳泽怎么说 艾菲是商业平台 选择一个项目 难道不是看项目 本身的优劣吗 难道还有其他的原因 当然不是了 我肯定不会因为 明天夏天的计划 而扰乱今年冬季的计划 但是你们两家的策划案 实在是太好了 太精彩了 我难分高下 那就分出高下呀 分 我提议 春泽和星天呢 就今年冬天的节目 先做一个先导预报片 同时在艾菲网上上线 你们网络平台 最相信的不就是网络数据吗 那么我们就用数据来决定 事情就简单了 春泽愿意接受这个挑战 星天呢 好 那就开战 概念偏 偏数据 不是 凭什么呀 怎么了 你 怕拼数据啊 我当然不是怕了 咱们就是靠数据分析起家的 不过咱们都跟艾菲谈好了 怎么又临时加码呀 魔鬼鱼大大 我知道你厉害 但是咱们也不能老 挑战自我极限哪 你爸跟白城展坦白了 被这事过激了 星天已经下狠手了 不能不应战 准备全员加班吧 这次是临时情况 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你去哪儿 我还没说完呢 我连续几天的工作 又被沈臣托回去开业会 现在我下班了 你总得让我过点私人生活吧 私生活 那可不能耽误了 回头我再跟凯文庆子吹声牛 他们老大到我手里 也有私生活了 你知道他们家在哪儿吗 用不用我告诉你地址啊 来 淳 淳于师兄 您好 那个 我 我是穆娜 小谷的同学 朋友 闺蜜 同事 您 您请进吧 不用换鞋 随 随意就好 那个 您请坐吧 师兄喝水吗 我去给你倒水 你跟小谷合住吗 不是的 他一个人住 那个 他今天喝醉了 我才过来了 喝醉了 他不知道从哪儿弄了瓶酒 然后之前也喝得少 这喝了两杯就喝倒下了 他经常喝酒吗 不经常 就是在这种时候吧 这 这种时候 什么是这种时候 失恋的时候 失恋的时候 师兄是来看小谷的 对吧 妈 那师兄今天能帮忙照顾一下小谷吗 他就在里边躺着 不是 我那个家里边其实还有事儿 明天还要上班 两边忙不过来 要师兄能帮忙的话 我就先解放了 我那个家里边其实还有事儿 要师兄能帮忙的话 要师兄能帮忙的话 我就先解放了 我就先解放了 不过他夜里可能会要水喝 如果他哭啊闹啊 他就是在做梦 你不用担心 不管他是叫我的名字呢 还是叫你的名字 你只用上去 轻轻地抱着他就行了 我 我知道的不多 我就是个普通的闺蜜 对了 他最近好像 经常做同一个梦 说是在什么聚会上喝多了 然后被人蒙着眼睛什么的 反正做完这个梦 他就容易激动 这一激动啊 头就容易磕在旁边那个架子上 您帮忙多看着他点 那行 我走了啊 谢谢师兄 谢谢师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木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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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子文是谁啊 他为谁留的呀 可能是淳于师兄吧 谁 淳于乔啊 他去看你了 你不知道吗 昨 昨天晚上 我 我喝醉的时候是吗 不是 他来干嘛呀 不是我靠你还先走的呀 你要干嘛 你要干嘛 你 日思夜想多少年了 怎么办呀 你这净给我帮帮忙吧 谁不想在自己 心爱的男人身边 这个一个完美 性感的这么一个形象 出现在他面前 你 你这不是 你这个王八蛋 你这个手要打赶紧 一二三三画 我倒是 你走是 你走也走也走 你走也走也走 你走是 你走是 咱们都能要快点 尽早让青山律史上线 好做咱们的原创节目 我觉得他本人 真的挺帅的 你竞争对手 肯定超级多 艾芬王的沈总 虽然给了咱们一点时间 但咱们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他因为他不会 给咱们太久的 所以咱们一定要把 咱们的凑海岸做到极致 拿给他看 所以你们 一夜独处都没事 难道真碰上柳夏慧了 今明两天的工作 柳夏慧怎么了 柳夏慧怎么不好了 你想啊 柳夏慧跟他抱了一夜 什么都没发生的 那个女人是什么关系 什么什么关系啊 没有关系啊 那要是抱着自己老婆 她能这么见外吗 见外怎么了 不见外应该怎么样啊 抓重点好吗 布小谷 在淳于师兄心里 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才是问题的重点 咱们 你最担心的不就是这个吗 咱们不是已经分析好了吗 就那个派对上 他捂着我的眼睛 拉着我的手 给我蹭来蹭去的 不就已经定了吗 我 我就是在想 我们是不是一吻定情 看多了 定了吧 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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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定了 定了吧 定了 小谷早 小谷早 同事们 一分钟后开策划会 这就是我们总监布小谷 估计他刚才没有看见您 等一下我再隆重地介绍一下您 啊 没事 没事 没换衣服啊 干正事吧 许大总裁 这腿怎么了 各位 昨晚没睡好 好 接下来我要宣布两个 关乎于公司命运的消息 第一个消息是我们的一号节目 花与火之战 已经签订了在爱飞网独家投放 好 但是 不要高兴得太早 第二个消息来了 我们现在面临了一个 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 这个对手 就是星天 在第一期节目播出之前 我们要先做出一个 先导概念片 这个概念片的时长 是正式节目的一半 我们要在这个概念片里 全面展示出我们节目的 模式和精华 同时 星天也会做出一个 同样的概念片 出来跟我们批判 在一个月之内 我们要试播 因为概念片 不能透露节目内容 所以 我们要从零开始策划 不是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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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胜星天 全员有奖 第一个 老板来追 先别高兴啊 要是连星天这种 上个时代的公司 都干不过 你们每个人 都给我发朋友圈 承认自己江湖认灾 不可能的 老板我们不可能输的 老板 老板 如果打赢了讲什么 能不能集体去旅游 不可能 别管他 打赢了 我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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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活 干活 你吓死我了 雷导是云海卫视 青山绿水节目的导演 雷老师 雷导在台里是老前辈了 做青山绿水已经三年了 这次特意飞到上海来 跟我们新媒体部对接 传授经验 大家欢迎 雷导您好 我是 我知道你 布小谷总监 这原来在台里 有总监这个头衔 那最起码也得工作了 十五年到二十年 可现在您看看啊 欢迎雷导远道而来 与我们一起工作 青山绿水网络版 是我们新媒体部的 第一项工作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吧 我们的计划 是在原节目的品牌下 进行全面改版 制作一期网络施播节目 如果获得市场的认可 我们将会把新版流程 交给青山绿水源节目组 将陆续制作下去 台长请您过来 就是为了配合我们的工作 把这个节目做好 我 我配合你们 不是 不是 是大家相互配合 相互配合 可是你们这帮孩子 都做过什么节目呀 雷导 嗯 我们布总先 跟过《十二歌王》 和《魅力远航》 我也有过一些 和文思默老师 合作的经验 这次是第一次自己操刀 制作谈话类节目 我会努力的 我来讲一下 咱们这个节目 那给我一个半月时间吧 什么 怎么了 《青山绿水》 这个节目一直是这么做的 一个半月之内完成策划 一个导演带十个人 这一次呢 我没带自己人 就有你们的 可是你们的人呢 也缺少经验 给我配十五个人吧 雷导 一个半月 是不是时间稍微久了点 这已经是很快的了 可是《青山绿水》 是周播节目 也就相当于 一个月要播四期 那您的制作周期 是一期一个半月 怎么跟得上呢 所以我说了你们这半孩子 没有经验吧 这个节目呀 有六个导演 大家是轮流做的 六个 那就相当于六十个人的团队 就做这么一个小节目 谁到来天安排 谁留下心处在 我当然期待 越亲密越伤害 过程或好或坏 回忆不曾留白 对未来的慷慨 想给出我的现在 我当然期待 我爱你 我爱你这三个字 到过来 我ivos 这ھی 马医生 这是 这